中秋的月饼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画一下中秋的月饼 我们需要的颜色呢 有褶石 藤黄 珠标 花青 还有太青蓝 当然还有墨 现在我们先从月饼开始 我们 先用褶石色 勾勒一下月饼的形状 可不可以 注意月饼的摆放 最好是有一些遮挡 有上下 有前后 这样的层次变化 之后画出月饼上的花纹 可以非常精细的花 也可以简略的花 看自己的喜好 效果都会不错 看自己的花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还可以写上月片上的字 你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你就把它写成什么馅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用干墨画盘子 因为纸是圆形的 所以我打算画一个方盘子 让它的形状有点变化 并且不要把整个盘子的轮廓全部露出来 有的地方要被月饼挡住 画柴壶的时候 用一支阳豪笔 笔里面有一些水分 然后沾上花青 在笔尖上沾上浓墨 用侧风来横着用笔 画出胡的身体 ��세요 二重 加热 当然 相ектив realistically 现在 最后 两个小茶杯 也是用侧风 我用了更多的花青在笔里 让它的颜色更蓝一些 跟茶壶有点区别 为了让前景看上去整体感更强 可以画一些桌子 或者是像我现在画的这种席子 用一些细线来做一些处理 画细线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支细笔 而且墨色要淡 每一支 以上有点赞 谢谢大家 接下来画一枝桂花 用浓干末画它的枝 用润一些的墨画叶子 注意叶子的形状和生长的方向 画这枝桂花一个是用它的黄颜色 让画面的颜色丰富 还有就是点蹄 在点桂花的时候 可以在藤黄里稍加一点珠标 让黄的颜色加重 之后点上一遍以后 再点上一些纯的藤黄色的点点 使画的颜色更加有层次 所有的这些画完之后 月饼刚才勾勒的时候的褶石色也已经干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染月饼的颜色了 扬好笔 蘸水 用笔尖蘸褶石色 然后把笔侧风 竖向来画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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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能表现出月饼侧面的那个一棱一棱的感觉 月饼的正面 用褶石里面加一些黄 使它的整体颜色偏黄一些 这样就能够成为了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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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照染月柄上面的时候 不必把所有的白都涂满 可以留适当的一些白色 用湿的淡漠画上茶杯里的水 还有盘子的边缘 之后用太清兰画一点盘子上的花 呈现一种青花瓷的效果 当然也是为了这张画的颜色更丰富一些 这个时候我看一下整体的构图 觉得有点低有点平 所以呢我决定给这个茶壶加一个提凉 这样呢让它的画面能高起来 现在用藤黄画出月亮 提上一句诗 年年金月夜长照人千里 是来自于范仲淹的那句 年年金夜月花如恋 尝试人千里的那句词 最后落款前印 这样一张中秋月饼就完成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童话派画室的小恋老师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更多简单而有趣的 小品画的画法 也欢迎您转发留言 好下次见